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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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M的职业的领域 是非常非常缺乱的 同样的道理就是说 不是只有美国 到处 全球 很多地方 有高科技产业的地方 都确认 台湾也是 台湾现在最近你们发现 你们最近注意台湾的新闻 很多台积电 都一直在招 好像招八千人 那为什么 招那么多人 因为我们的 接下来二奈米厂 三奈米厂 带下去的时候 我们需要很多很多的能力 很多高科技的人才 好了 讲到那个人才的时候 你想想看 各位老师们 你们有的在国小任教 对不对 有的在国中任教 对不对 甚至有的在高中任教 那么这些基础的数学教育 是不是很重要 如果今天基础的数学教育 不是没有做好的话 我们孩子 到了那个去 去interview的时候 一定会被刷下来 对不对 然后 那个有时候 那个像 Amazon Google 他们在给你interview的时候 一定有数学问题 你数学那天 那个问题 没有答备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 接到下一个阶段 所以数学教育是非常重要 数学教育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文化 所以 所以我们的 数学教育 在底下 不管是小学 中学 甚至高中的时候 我们要 就是要加强他们的数学 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 未来才有那个竞争力 如果我们 一直说国教松绑 然后什么都松绑 松绑到最后呢 我们的孩子都没有机会 太轻松了 我们怎么跟其他人竞争 对不对 我不想各位 你们有没有注意看 那个 大陆的 数学教育的那个题目 数学的那个题目 而且他们的题目 难力度也是蛮高的 所以有空的话 你可以看看 有空的话 我可以 Fore给 谢老师 上次是一个面积的那些问题 其实 大家都会划手机 对不对 那划手机 划一些比较有趣的 做一些脂肪 不是有趣吗 对不对 我觉得 有时候划手机 因为划到这个题目 就是 我觉得要来解这个题目的时候 然后把它解出来 是这样 一塞一个这样的训分 对不对 呵呵 我不晓得 你能不能这样看 或是 你要跟大家分享 自己要透过一些思考 对不对 多思考 你的脑细胞会增强 对不对 如果说 多 看韩剧 也许 韩剧 有什么帮助 也可以帮你relax 对不对 可是相对的 有时候 我们看多的话 就是说 没有像说 像另外一篇 就是 想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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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题 那个题目 然后 那个有趣 我是觉得 有空我会把那个 那个 我找到了一些大陆的一些 给 小 小 小五的题目 试试看看 你们解的出来 解不出来 那我看来 真的是小五小朋友 而且 他们 他们的人难度 为什么他们难度 人多 竞争多 对不对 他们要筛选更 更好的人才 对不对 所以 同样的道理 就是说 我们的Front 也给大家报道 我们 现在 这个 现在这个时代 就是一个 整合的时代 不是 你做你的 我做我的 是一个大家合作的 为什么叫把 scape 合在一起 就是 把数学 把科学 把科技 还有 还有那个工程 都把它集中在 大家一个合作 的模式 而不是 单打独斗 因为单打独斗的话 你就没有竞争力 然后呢 同样的 project 同样的 project 就是 同样的那种 计划里面当中 然后 那个 我们 数学教育 看到的是数学 科学老师是看到科学 然后科技老师是看到科技 对不对 澳洲他们怎么做scape 你知道吗 澳洲他们做scape 的话 就是 他们那个社区 找了一个 找一块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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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橋 那怎么办呢 找那个小学生 老师一起合作 对不对 把那个快破烂的 桥 打掉 他在 重盖 然后 整个孩子们 参与这个设计 这个孩子们 参与这个数学的运算 还有 科学的那个 那个 那个 例句的那个 计算 对不对 然后后来呢 他们把它 完成 这个 project 把那个 桥 把它盖出来 所以桥是一个非常非常点 很好的 例子 就是说 怎么样把数学科学整合在一起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去过新加坡 建筑物的原型 和元素都在 对不对 可是里面都是新的 我们 我们学校150年 我上次也跟大家报告 对不对 我们很多 150年前的建筑物 可是呢 你们 窗户 什么 还有里面电线 什么都 统统统统统 然后呢 你 你外观看起来是旧的 进去里面 哇 怎么都是那么modern 然后呢 地方在shining 非常 大 进去好像到了高级hotel 你知道吗 我觉得是管理 还有那个 学校的经营 学校经营就是 需要用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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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经营 还有学校设施 所以那个stamp的话 就是很多 你看在建筑物 很多方面 那个 就是需要 那个 跟stamp相关 我再具体来讲 那个 美国的国家公园 我现在台湾的国家公园都已经改善了 那国家公园 你知道吗 那个 所谓的栏杆 还有一些设置 都是跟原木 你看国家公园 目前最近都有改善 然后 那个 那个国家公园的元素 就是你就发现 就是现在都跟 一些原来的路透 都结合在一起 你一个设计者 你没有用心在这个里面的规划 你如果说 用心把它这个stamp 你把它变成像国家公园 这样子 原木 然后 然后呢 怎么样去设计这个东西 然后疫情音乐部分也有 然后数学部分也有 你把它弄成一个 非常好的 那个 跟大自然清静的 那个环境 那感受不一样 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去过加拿大 加拿大有跳舞 那个 你有没有看过加拿大有铁蓝鸭人 我从来没看过 哈哈哈 这个 就是说他们的设计上 都还 因为stamp 有些人就叫steam 又有一个art 放到里面去 所以除了你设计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又把art的程度放进去里面 然后才 那个真的不错 所以 提供大家参考 因为我个人蛮喜欢去旅游 因为旅游之后呢 就会有一些 正面的饮料 然后我来跟学生分享 然后 很多 那个 新的东西 我会跟我的学生分享 好 那么 今天呢 我跟大家 分享的就是说 因为我今天 接下来有几个课程 就是要介绍 这是怎么去做steam的课程 对不对 大家画一个问号 因为很多 在座各位都是老师 对不对 可是呢 你从来也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 对不对 可是今天是一个机会 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们怎么样去设计这个课程 对不对 我们怎样把这个steam的 那个科学 数学 还有科技 这些成分 把它融入在一起 那通过什么东西 我们通过动手做 因为通过动手做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这些东西 好 好 然后 我这个今天Fartpoint的 那个主题 就是 我们谈到这个 Exploring Sports 就在 在那个 我们在讲运动的时候 有没有 有 运动里面有 有很多 很多那个 图 对不对 那数学的图 可是这个也是科学的图 数学跟科学合在一起的 我看到的是数学 可是科学老师 可以看到这是一种 物理的现象 好 然后呢 我今天 projecting function 就是 同样的 我这些图法 都是用英文的 好 所以 那个 麻烦你们多 查一点单字 好 也可以帮忙 帮忙你们学习一些英文 好 好 然后 多学一些 那个 这些关键字 回去 跟你的那个 你的 老婆 或者是你的 那个 girlfriend 给她 或者是boyfriend 炫耀一下 你懂不懂叫什么 Quadrati 我现在 就是跟 你老师 好 那我讲 这个讲 Quadrati 就是 二次函数 二次函数的意思 二次函数一样 然后 有时候 我们中文 英文就讲 prolabel 然后呢 这个大概就是 我今天 要跟大家 分享的一些 最主要的内容 然后呢 我第一个图 跟大家分享 这个叫做什么 在旧金山 一个非常有名的桥 叫做 金门大桥 The Golden Gate Bridge 然后呢 它那个桥 你看 桥的这个上端 这边 有五百尺 这边 有 四千两百尺 这个 这个 这个都是数学 可是呢 你没有看到这样子 这条是什么 这条 这条贴过 我以前 我看过最近 看到那个 History Channel 在 History Channel 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想看 一些 其他的频道 我 我 回来台湾 我还是喜欢看那些频道 比如说 Discovery 还有 Animal 和Anning 动物频道 还有一些 有关于 就是 就是 这些频道 因为 因为 这一门 天近大自然 比较有趣 然后呢 它这个 有一个History Channel 介绍说 它当初盖 这个桥的时候 其实这个桥的 Stand E Engineer 你就是要靠这个E 有没有 它有没有数学 它有没有科学 的成分 对不对 那这个是 你看那是小小 那是小小的帆船 那小小的帆船 就可以从那边经过 然后呢 这是一个 金门大小 金门大小是 呃 如果说你们去 旧金山 你 你们一定会 它那个理讯法 一定会安排你们去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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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条 这一条 就是这条 电缆线 我记得它是 Torabra 是 是 抛物线 所以今天我们 我们今天 的客人 我们会用这个 这个东西 我们来找抛物线 而且 这个抛物线 不是从教科书找到的 这个 教科书 不是从这样子 我给你的 information 是你找到的 那才有趣 对不对 你自己发现它 抛物线 那才有趣 说 我把你叫休息 你喜歡教科书 你愿意不喜欢教科书 不跟身 pracy 教科書是你自己從這個題目 是自己看的跟你生活天切相關的 對不對?你就會喜歡它 這不是你的問題 這不是你的問題 其實小孩子也是有問題 小孩子一天到晚問 我不喜歡學數學 比如說大部分的學生 小朋友你喜歡數學 大部分都喜歡數學 為什麼?那個課程有問題 課程如果說你把它變換成 是跟小朋友貼近的東西的時候 他就會喜歡 所以各位老師我奉勸你 千萬不要再用教科書裡面的題目 你可以給它改變 你知道嗎? 你把那個題目稍微把它變換一下 變成跟你孩子裡面相關的 對不對? 那譬如說你說小明或是什麼 那個對不對? 小明啊小英啊 那個那些名字有沒有 有時候可以換一下說 換一下說你辦上了小孩子的名字 對不對? 那這樣子好像說 好像說我在那孩子裡面在生物器件 那情境 情境教學是很重要的 所以今天我們會透過這個實驗 每一個人都會找到套路線 好不好? 而不是說把這個生能冰冰的那個角度數 拿給你去讀 對不對? 那個不是我們的教育目的 今天我們的教育目的 就是要啟發孩子喜歡科學 要啟發孩子喜歡數學 因為他喜歡科學喜歡數學 他願意主動去學習的時候 那個對他來講 才是最大的啟發 對他來講是最好的 對不對? 所以一個教師的角色 就是說 我也是在我那個美國的上課的時候 我 我的角色 我今天那個classroom的角色 就是什麼? 我一定要改變他們 從不喜歡數學 變成喜歡數學 這個就是我的目標 所以我要想辦法說 我怎麼樣讓他 我的目標 我今天我的目標很強 我覺得就是 那個說 我要幫你 我要改造你的 的概念就是說 我要改造你 我要幫助你 你本來不喜歡數學 對不對? 特別比國人 數學不好 可是呢 我用什麼樣的方式 然後 去幫助你 學習 這個 我的角色是幫助你 我去 學習這個數學 然後 會後 那個整個 學習結束的時候 你知道嗎 我的 教學平常非常高分 為什麼? 因為我學習他 我幫助他們 我並不需要 我對我來講 我對那個高分點沒有用 其實我是要幫助你 那孩子們 那些 從大一到大十的孩子 他們都會感到 可是我怎麼去幫助他們呢 第一個 我的 教學環境 我都會用輕鬆的方式 用動手做的方式 讓他們去學習數學 一定要輕鬆 然後呢 譬如說 我會跟他們講 有時候 我想到一個 joke 我就會跟他們分享 當然是一定要好的joke 不能隨便幫你講joke 對不對 一定要小的joke 對不對 那譬如說 我 我會知道 就看他們解題 解不出來 那我看他們的眼睛 或是那個 puzzle eyes 說 我今天 看到你們好像解不出來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問他們那個joke 就是什麼 什麼樣的路 沒有眼睛 這是一個joke 你可能不知道 因為這是美國人 所以台灣人知道 我答案直接告訴你們 no idea no id 好啦 那全場都笑了之後 因為我們之間就那個 距離感就 就近了 對不對 no idea 下次如果學習 解不出來 what is the deal with no i no not a no idea 好 笑話解完 那麼 大家笑一下的時候 有沒有 心情就好了 就想學數學了 不是嗎 接下來呢 你看這個 飛機啊有沒有 飛機這樣子的 是不是一個 拋物線 煙有沒有 煙霧是不是一個拋物線 你看 這生活當中太多拋物線了 只是你們用心去察覺 用具去發覺 對不對 那我發覺這個 我發覺這個 還有 water fountain fountain 就是說 你那個噴水池 噴水池 噴水池是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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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水池 是不是 泡物線 一個 泡物線 那生活當中都是一個 泡物線 可是呢 這些泡物線呢 我們是不是可以 用 用那個 那個 我們的 computer 的 儀器 去 去算 然後去量出它的多少 對 我們可以放 這個可以找出它的 這個可以找出它的 Function 這個也可以找出它的 Function 這個可以找出它的 這個可以找到 這個都是一些 啟發 學生說 從 從這個 實境 還有那個 情境當中 我們如果去 去 去找那個 那個 泡物線公式 都可以找到 好 我們家 我們這裏 我們可以找到 我們可以找到 這個可以找到 這個可以找到 製作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